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 反向春运 咱们都知道春运它一般都是年轻人 从城市回到老家和父母一块来过年 那反向春运那就是反过来 父母从老家到儿女工作的城市去过年 这种现象前几年也有 而今年更火热 有数据显示 今年这个反向春运的机票预定量 同比是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多 铁路部门为了满足这个反向春运的需求 还特意增加了一批反向列车 推出了许多的折扣票 最低能得低到六点五车 有媒体还做了一项调查 说反向春运最热门的目的地排在前三的 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广州 可以说反向春运是过年回家焦虑氛围当中的一股清流 它有不少的优点 首先它解决了一票难求的问题 要知道春运期间 从大城市到小地方 无论什么车票都很难买 但从小地方去到大城市 不仅票源充足 而且价格便宜 等过完年 老人回家 买票回家也很容易 另外 反向春运还可以避免不少家庭矛盾 你比如 有些小夫妻 为了选择去谁家过年 那整天是吵吵闹闹 有的甚至就因为这个闹离婚 其实如果能够把双方的父母都接到这里 城里来过年 不但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还能让老人在城里过一个不一样的春节 除了这些 反向春运 还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好处 那就是不用再马不停蹄地走亲访友了 这么一来 既能躲避长辈 关于什么工资职位 结婚生娃的拷问 也可以省下不少人情往来的时间和开支 还有啊 以往每到春节 城市里的很多小区呀 都变得冷冷清清 没什么年味 而反向春运呢 就为这些地方呢 增加了人气 让城市的年味呢 是越来越浓 有专家就说了 反向春运 之所以越来越受欢迎 一方面呢 是因为回家过年的成本比较大 有不少人都是过年回趟家 差不多 一年的积蓄就过没了 而父母在城里来过年 能省下不少钱 此外啊 乡政的城镇化 进城也稀释了人们的故乡情节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人不那么在意亲朋好友的眼光 而更注重家人真正的团聚 以及呢 自己内心的感受 当然那倒不是冷漠 这是物质文明提高之后 人们对时代发展的一种改变和适应 就像有人说的 有家人的地方就有年 团聚的味道 不需要再受地狱的局限 要我说呀 以前人们总爱唱 常回家看看 有了反向春运 是不是也在写那么一首 父母可以常出来走走呢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景区门票的话题 前面就中国社科院 发布了旅游绿皮书 说去年呢 总共有981个景区啊 宣布门票免费或者是降价 这个数据看上去挺多的吧 但事实上啊 你和那些没有降价的景区总量 这么一比呢 就显得有点寒酸 你像绿皮书呢 就指出 说目前呢 有四成的5A级景区 以及八成的4A级的景区呢 它不降价 而且那些已经降价的景区啊 有很多降价的幅度啊 其实并不大 去年六月啊 相关部门就发布意见 积极推进这个重点国有景区 门票要降价 并要求在十一之前呢 应该有一个明显的成效 从绿皮书公布的数据来看 这成效不太理想 对此呢 中国社科院就总结说呀 说景区门票降价 能需要狠抓落实 那么具体该如何抓这个落实呢 有专家就建议啊 你想要在门票降价上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除了行政都除外啊 更重要的 得要形成和完善一个 倒逼机制 你像这个绿皮书 它就可以发布这样一个榜单 比如哪些景区货真价实的降价了 哪些个景区它门票太高 是需要降价的 这么一公布啊 公众就能知道 哪些景区确实做了工作 哪些景区呢 只是摆姿态而已 然后通过公众的选择 来倒逼你景区降低门票价格 总之吧 我们希望啊 这景区门票啊 不要阻挡人们对美景的向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廉价航班 每年这个春运呢 打折机票 是不少旅客的第一选择 可看似得了便宜的机票 却往往让人呢 吃些亏 前不久 一名大学生在网上 买了一张打折的机票 这票价呢 两百元 可他带到还不到五十公斤的行李 却要收八百六十元的托运费 这算起来 比那原机票还要贵呢 因为已经登机了 这小伙子没办法呀 只能无奈高价办理托运 随后航空公司就回应 说根据规定 所有低于四折的机票 都不能免费托运行李 相关的公告 你可以到官网去查询 所有的收费都是合乎标准 希望旅客理解 这个解释呢 虽然听起来没毛病 但廉价航空不廉价 那也确实让旅客很受伤啊 所谓的廉价航空说到底呢 那就是通过尽可能的控制成本 来提供大量便宜的机票 而在控制成本方面 航空公司一般有两个方法 一呢 是提高旅客的周转率 第二个呢 就是增加收费服务的比重 行李托运 那正是收费服务的重头戏 说白了廉价倒是廉价了 可这羊毛啊 还得从你羊身上来薅 从法理上说 这航空公司的解释呢 是合理的 但并不能让旅客满意 并不太合情啊 你像此前有报道 说四名旅客 在网上买了打折的机票 可上了飞机才被告知 行李箱的尺寸不符合规定 不能随身携带 只能拖运 那高价吧 而旅客认为行李很小啊 完全可以自带呀 无需要托运呢 旅客就觉得呢 你这规定是霸王条款 就把航空公司呢 给告上了法庭 由此可见 连航引发的类似的纠纷 并不少见 不可否认的是 此类事情的发生 跟旅客不熟公司规定 有一些关系 但竟然已经在官网 发了公告 航空公司 大可以在旅客购票时 再一次的提醒 而不是等到人家已经登机了 才被告知 你的行李操纵啊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 航空公司 有自己的小算盘 一边呢 在程序上 紧到告知义务 另一边 又不想明确 让你了解 更重要的是啊 低价机票 附带高价托运费 这本身也不符合 廉价航空的概念 就算收费是符合标准的 实际上那也是套路啊 要我说 在收费等方面的规则上 航空公司就应该多一些 主动告知 要重视乘客 对信息的合理诉求 尽可能减少 这不必要的纠纷 廉价机票 可不能信誉 随着廉价而贬值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围停预警 线路经 这路上的车呢 是越来越多了 停车位呀 哎呀 供给不足 那就成了很多地方 一个共同的问题 前不久 浙江龙湾区 正式启动了 车辆围停预警系统 车辆围停两分钟 这智慧城管平台呢 就对车辆进行锁定 取证之后呢 平台自动向车主 发送预警 并推送周边的停车信息 八分钟之内 如果你车主 还没有配合驶离 就将受到罚单 围停处罚前 先给你预警 这又引发了热议 据了解啊 这套系统啊 在当地 已经实行了一年多啊 共劝离围停车辆 五万多次 可以说效果不错啊 但也有人啊 就提出质疑 说甭管围停多长时间 终究是围停啊 你只预警而不处罚 那是不是重容这种围停的行为呢 根据我国交通法的规定啊 对围停车辆进行贴条罚款 其实并无不妥 但处罚呀 不只是管理的最终目的啊 关键还得要引导车辆有序停放 实现一个长效管理 所以呢 为围停车辆留一些个缓冲时间 你乍看之下 有姑息之嫌 实际上啊 是让执法 回到他立法的初衷 说起来 现实当中 一些车主 围停 也并非是有意而为之 很多时候啊 是不知情 或者呢 临时真的是有急事 不得已而为之 所以呢 对围停车辆预警 并温馨提醒 这既让停车管理 更智慧化 人性化 也能够通过柔性执法 避免更多的纠纷 当然了 八分钟式的创新 也并非是法外开恩啊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 对围停车辆 予以口头警告的规定 本就在处罚条例之前 只是在现实当中 交警很难找到司机 就只能按照处罚条款 进行处理 现如今啊 通过这个智慧城管 平台就在交警和车主之间 建立了一个及时的联系 此外 温馨提醒 也不会无限提醒啊 执法人员就说了 通过平台大数据的分析 车主利用提醒 来恶意称庭的行为 已经查实 仍然要接受处罚 围停处罚 事先给你一个预警 要我说 执法有温度 这也是治理围停的 一大进步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南独周刊 文章标题 领冬已至 穿什么出门又招摇又保暖 过去每到冬天 时尚潮人啊 都会被看成是一群动人啊 要风度不要温度的异类 不过呢 今年冬天啊 普通人终于可以和他们一样 里三层 外三层 把自己都裹成一个种子了 我们来看啊 这是今年冬天最流行的穿搭 土豪是多层抵达 穿法很简单 就是把你能想到的保暖的衣服啊 比如什么T恤啊 衬衣啊 毛衣 西装 大衣 夹克 甚至是羽绒衣 把它们一层一层 又一层 全部裹在身上 那就可以了 在咱们这呢 还有一个俗称 叫洋葱装 因为它就像歌词一样 你一层一层地拨开我的心 你就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 怎么样 穿上这冲装 你也能成为一个 层层包裹的 有秘密有故事的人 至于显胖显矮 那就没办法了 你就当自个呢 是那大白那样的暖男吧 至少他真的 让你很暖和啊 不过有人就调侃 说这算什么今年流行啊 这明明就是一部 古老的美剧 《老友记》里边 大帅哥乔依的造型 咱这个网友就更熟悉的 九年前的西地哥 也这么穿的 还有啊 二十多年前春晚小品 红高粱模特队 也有过类似的穿搭创意 怎么样 看完这洋葱装 是不是感觉时尚就是个圈 复古和时尚一直在循环 其实啊 与温度相比 今年东装流行的 另外一大要素呢 就是安全啊 因为几大最著名的 时装周都在欧洲啊 当地动荡的时局呢 就激发设计师的灵感 所以不要怀疑 今年最流行的东大一 就是这些看上去 像是保安制服 外卖服 消防服 还有太空服的外套 他们一眼就能给你 传递出一种安全感 有社会学家啊 甚至表示 这一系列安全服饰啊 不仅是一种保护 也是一种警示 还有一种 社会需要英雄的心理暗示 至于这个宇航服的出现 更是将安全问题 上升到了宇宙的高度 我们回到标题 穿什么出门 又招摇又保暖呢 有人说了 这么冷的天 能出门约饭聚会的 不一定都是真爱 还有可能 他只是爱写一写 他的新衣服啊 好 接下来 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一哥们用蔬菜来做乐器 什么土豆 胡萝卜 山药 都被打孔 做成了吹皱的笛子 后来啊 嫌弃这些蔬菜 保质期太短 干脆把乐器材料 换成了板砖 您瞧瞧这架势 还真是名副其实的 乐器专家 摩托头盔 被设计成 电饭包的样子 大伙看了 纷纷调侃 如此头盔 不敢戴啊 感觉自己 不是饭桶 就是锅魁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健身行业 近些年 这个行业发展的是非常快 人们最明显的感觉 就在很多地方 都能碰到这样的推销 你好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有统计就显示 说到2020年 咱们国家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 将达到4.35亿 与之相适应的 是健身行业的前景 那是被广泛看好 最近新华社是发布了一项调查 说健身正在成为当代年轻人 继摄影之后的第二大爱好 要知道啊 摄影那不是一般人都玩得起的 特别费钱 有人就开玩笑说 摄影穷三代 这个单凡会一生啊 那相比之下 健身那就便宜多了 调查显示啊 目前咱们这儿的健身人群呢 平均每年在健身上的花销啊 得有一万多啊 其中啊 这85后到95后 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年轻人呢 是这个健身房的主要消费群体 占比达到了七成 可以说 这一波年轻人 是能花钱 也敢花钱的 他们也乐意把钱投到健身上 而这呢 这是健身行业被看好的最大原因 不过呀 调查也发现 健身行业存在不少问题 你比如 有的健身企业呀 对服务质量 那是把控不过关啊 导致一些个伤害事故的频频发生 还有的企业呢 盲目扩张 办了一大堆的会员卡 结果呢 资金链断裂 老板走人 像这样的情况 还真不在少数 有专家就说了 目前咱们国家的这个健身行业呢 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 进入的门槛呢 那是比较低啊 服务品质不好啊 这些呢 都是隐患 另外这个行业的很多标准呢 也都比较模糊啊 我们就拿健身教练来说 一个合格的健身教练 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专业资质呢 又如何保证着教练服务的稳定性呢 对于这些问题 目前没有具体规定 这就意味着 发生问题之后 很可能出现扯皮的现象 消费者呢 很难维权 专家还指出啊 健身企业的困难 和大多数民营企业一样 主要有这么几点 首先呢 就是人力成本居高不下 其次呢 融资通道啊 堵塞 另外呢 整体的税有点重啊 要解决这些问题 不仅需要健身行业 你自身完善制度规范 要提升服务这个品质 也需要咱管理部门 在监督规范的同时呢 要有一些扶持啊 总之吧 就希望健身行业 能持续健康的发展 从而让更多的人 爱上强生健体 好 接下来说一说 职业标准 前不久 人社部发布了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其中一级美发师 这一项比较有意思 除了要能剪出 引领时代潮流的发型外 这标准呢 还提出了两个这样的要求 就是能用PPT制作课件 以及呢 能撰写专业技术论文 美发师写论文 这呢就引发了关注了 这标准一出来 有网友就调侃呢 以后托尼老师要改名 叫托尼教授 再缠着我办卡 我就问他 你论文过关没有 除了调侃 还有人就质疑 每个发还得写论文 是不是太僵化了呢 毕竟嘛 从事这些行业的 基本都是以技能锻炼为主 很多从业者 他的学历并不高 要求他们和大学生一样 写论文 有这个必要吗 其实 这是当下人们对职业标准的 一种误读 我们就拿美发行业来说 它一共啊 分为五个等级 而做课件呢 写论文 他所针对的呢 只是最高级别的 美发师的评定 一般的初级技师 只要从业满一年 初中以上的学历 你也可以申报 此外 高级技师的 评定标准 和行业的就业门槛 那是两码事 没必要 你看到什么课件啊 论文上的字眼就头痛 说起来 在咱们这 不光是美发师 其他的行业 要想成为高级别的技师 在写论文做研究这方面 也必须得要有两把刷子 你像高级查译师 也得要写论文 高级验光时 要具备英语的阅读能力 那高级电梯维修工 还得要有技术革新能力等等 总之吧 想入行并不难 但要做出高水平 理论和实践 那两手都得硬 职业等级评定 是对专业人员水平的认可 这么一个从低到高的标准 既能倒逼从业者 不断学习自我提升 也能为行业提供稳定的人才梯队 此外 对劳动行业内的优秀人员 进行职呈评定 一定程度上 也能增强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 要我说 职业无贵贱 但水平有高低 甭管干哪一行 努力 才是网道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葛优弹钢琴曲 最近一段小学生弹钢琴的视频 引发热议 我们来看一下 您瞧见没有 小朋友估计被父母是逼着练琴 那真是一脸的生无可恋 直接葛优弹 倒了下去 但是你扎实的专业功底 让他躺着躺着 就把匈牙利舞曲 给完整地弹完了 而且弹出了一声声微动 心已远的节奏感 葛优弹钢琴曲 瞧瞧这期末考试了 都要练琴的孩子 再想想那一位 我多想吃 我多想睡的小学生 那有人就调侃说 这还真是 琴同界的人间不值得呀 好 下一个锐词 盘他 最近网络上 新出现了一个比较流行的词 那就是盘他 盘呢 就是一些个文丸手串 通过反复的摩擦捏压 然后用身体的油脂 来滋润 浸润它 只等到把它盘 盘的油光发亮 不过以前盘手串呢 是中年油腻的象征 但现象如今 却成了一种魔性挑战 这种改变 来源于相声节目 文丸 我们来看一下 干干干巴巴的 妈妈赖赖的 一点都不圆润 不是 刚叼出来都是那样 盘他 条件没有 这包袱台词 简直是太魔性了 干干巴巴 麻麻赖赖的 一点都不圆润 盘他 这个京剧一出啊 网上立马掀起了一股盘他热潮 反正不管能不能盘 上去先盘他再说 你比如啊 巧克力盘他 猫盘他 河豚盘他 女友的口红盘他 甚至仙人秋 他都要盘他 反正得啥盘啥 网上还出现了很多 关于盘他的小视频 那还真是万物皆可盘 不过这哥们 女友的口红也敢盘 也不知道最后 会不会被罚 去盘榴莲呢 盘他小视频流行 就让人想起咱小时候 家里养鲸鱼 我们总喜欢呢 进去捞他 家里长辈就教我们呢 不要盘他 越盘越容易死 这么看来 家里老人个个 那也算是网红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儿童APP 前不久有媒体调查发现 在15款儿童游戏APP里啊 存在大量露骨的成人广告 有的甚至呢 一分钟就有六条广告 此外啊 部分APP里既没有家长模式 也没有看到什么 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条款 作为儿童游戏类的APP 却出现如此低俗的广告 那就引发家长的担忧和质疑 去年12月 教育部呢 印发了通知 要求各地采取有效措施 严禁有害APP 进入到中小学校园 这是净化校园环境的需要 但现在看起来啊 不仅要把有害APP 挡在校门外 更要从根本上产出 有害的儿童类的APP 还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现如今一些 面向儿童开发运营的问题APP 在监管部门和家长的眼皮子底下 他皇之地进入到孩子的手机 出现了诱导孩子付费使用 推送成人广告 获取隐私信息等等问题 这就足以表明啊 在规范儿童APP这方面 不管是监管部门还是家长 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此有专家呼吁 应该在儿童APP的开发运营 以及监管中 实行更高的伦理标准 此外呢 家长也应该承担起 必要的监护责任 因为很多未成年人 都是用爸爸妈妈注册的账号啊 使用APP 用父母的银行卡来支付费用 企业呢 也很难识别出来 这就很容易啊 成为运营商 推脱责任的说辞 作为手机应用 市场一个细分领域 这个儿童APP 市场是很广阔 可谓是行业发展的蓝海 要不说 你可别让这些个歪路子 把这一片蓝海 给搅黄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公司取名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那一个最长公司名 因为这个名字 长达39个字 它是陕西某公司 叫宝鸡有一群 怀出来着梦想的少年 相信在牛大叔的代理下 会创造生命的奇迹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名字长 最近这公司由于管理不善 被当地食药监部门通报批评 要求限期整改 这消息一出来 引发人们热议 之前这么一家最长名称公司 在注册成功后 也是刷了一波热度 让人脑洞大开 随后各种奇葩的公司名 那就如雨后春笋一般 纷纷出现 像什么 赚他一个亿公司 还有使出洪荒之力公司 以及你瞅啥科技有限公司 还有怕老婆科技有限公司 以及打水漂投资有限公司 也不知道有没有打水漂 还投资个啥呀 甚至啊 这最长公司名的记录 很快也被刷新 出现了49个字的公司 这么长的名称 你看看 这公司法人还在朋友圈 晒出了一个营业执照 洋洋得意地说 49个字太少 我希望是900字 现如今啊 人们很注重这个企业宣传 俗话说得好啊 人靠衣裳 马靠鞍 狗配铃铛 跑得欢 一个合适的名称 在某些时候 确实呢 会给公司带来意想不到的商业价值 所以现在啊 披着各种奇装怪服的公司 屡见不鞋 但一个企业的发展 仅仅依靠一个与众不同的名字 那是远远不够的 你比如之前的多轮股份 他改了个名字 改什么呢 P2P 股价呢 涨了 但这种纯概念的炒作 没有任何价值 最后呢 不但收到A股史上最大罚单 34.7亿 还被终生进入呢 有专家就说了 企业与用户 市场的连接 最核心的 还是技术和产品 有产品之后 再有名字创意 那是井上添花 但没有实力支撑 没有踏实的运营 企业越出名 那就死得越快呀 最常名字公司被批评整改 要我说 酒香不怕巷子深 这前提还得酒要香啊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